今天是6月6号 亚洲时间6月6号 然后呢晚上这个是凌晨 两三点钟 就是我本来的 我刚才在看那个苹果的发布会 那个视频啊 然后没什么心意啊 然后呢 我本来都要睡觉去了 然后少了一下那个加密货币 那个 你看就暴低了 全线暴低吧 嗯 然后莫名其妙 然后看了一下新闻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嗯 就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暴低啊 就是因为啊 美国的那个SEC啊 单方面起诉 别人违规 也就是说 呃 就是要 哎 才有美国的法律来此处编了啊 看看有没有违规啊什么的啊 嗯 然后呢 整个市场呢 就 暴低了呗 你看啊 各位看一下啊 你看整个对吧都在暴低啊 别的比特币也从两千 两万七啊 两万七别报到两万 两万五了 嗯 你再讨论你再讨论你再讨论好点啊 嗯 美金一个 现在已经降了百分之十了啊 啊 就是276 嗯 啊 购物币本来是0.72左右吧 0.072现在已经到了0.06啊 那也也在暴降啊 啊 所有的币都在暴降啊 啊 本来是说这个你看这个 啊 莱特币啊本来都说要减慢啊 百分减慢啊 都涨了96了 我们也在暴低啊 这个到报卡还好点 白天是我看昨天是5.2吧 5.2米间 现在才降了5个点 4个点4个点还好点 然后我是觉得到现在这个市场是 你们稍微恐慌也好 还是别人在恶意状况也好 反正就是都在暴低啊 你像这个山寨比较 我我之前买了一牌 PP和那个 PP和那个埋下都直接就破了一半 我都没注意啊 我买了少 嗯 他这个嗯 资讯就是 嗯 昨天刚才就说了 就是那个 美国SGC带方面其实是比较 因为比较是全球最大的接触 是吧 那很多人就会担心 他会像那个 那之前那个叫什么 嗯 ftx涨爆雷 那我告诉大家啊 嗯 没必要担心啊 你边是不可能爆雷的 他为什么不可能爆雷啊 第一啊 币安已经完全去那个中心化管理啊 方式啊 你去中心化 他已经不再是做他们一个人的 也就是说他也他也更不是那个 有一个嗯 或者两个那个个人说的事啊 你完全懂事化 他资产也是也是也是完全之中一化 另外他 所有的资产他他他其实早就退出美国的那个主主要业务了 他之前还也最近也退出了加拿大啊 比如说那个机器扩展的东西他基本上就都退出了很多啊 当然不是完全对错 所以呢 嗯 没什么大的问题啊 嗯 当然如果您担心的话 那那那你就撤呗啊 我是有点不担心 其实边什么时候最危险啊 其实是去年啊 去年那个 就是包括去年年底2020年底 因为整年就有 FF 你看去年6月份啊 就开始那个 这个 nuna暴雷啊 引发连锁暴雷 然后就ftx啊 交易所暴雷 然后ftx 因为他 他那个 我之前做的那些什么底啊呀 也好呀 这个相互 资金的拆解也好啊 就就死了整个皮圈 本来就是小嘛 很小的一个小皮圈 然后呢 就导致就是啊 相互之间让资金周转困难 然后 各种暴雷啊 一直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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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在边那里啊 抱在边那里当时啊 嗯 边的放出话是说 他一开始是把 是和那个ftx对动了 和ftx的黑他 呃 呃 边是一开始是 说啊 就是那个 嗯 你ftx 你那个币 本来就资不抵战 然后边 呃 然后导致 测试以后 然后是ftx就就被啊 我重视之地了 然后比较给ftx又在黑他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最后啊 暴雷完以后 就是ftx暴雷的 标准 更多了以后 一直的 嗯 就边也的也被绝对啊 但是边扛过来了 那一波才是最恐怖的 当时我们朋友就说 嗯 那我们在比安的资产啊 要不要扯啊 我我给他们说 我说啊 现在有人在在纪律比安啊 他说 你看你要不要扯 嗯 他就问我意见 我我说 嗯 不用扯啊 因为嗯 就整个一年来啊 就是 嗯 本来 不选项 就说 一栋楼吧 一栋楼啊 一栋楼啊 一栋楼也没什么 没多高的楼吧 就四层楼 我觉得你啊 不是二三四层 不是不是像 摩天大楼 那么上百几百层 那种不是像那种 不是像 但是很小的一个事 他就四层楼啊 然后你 去年一年 大半年 在那边 你说那个房子 是不是上那个砖 就那个坦塌坦塌 就塌了 在边呢 可能也就两层楼 或者三层楼吧 那 边 我觉得这个是等于两三层楼 再跌下来 其实没有多少风险 也就是说边已经踩出了很多硬质啊 他可能 当他九楼四楼在那崩塌的时候 他可能 作边 他可能作为这个 基座型的这些东西 他可能就在那里 嗯 加固啊 这可能就是在一二楼那称了 就是这个支撑了很多那个小柱子 你哪怕那个柱子他支撑那些 踩在地上那个鞋子支撑的那些 可能就是 你可能说他可能是啊 水管多的 就那种说来管 在那里伸 或者是你说的木头 在那里伸 但是他那个房子也就二三层了 就撑得住的 所以说嗯 没什么可担心的 当然我我劝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做空啊 因为比资源很小 如果您看这个趋势啊 你去做空的话我告诉你啊 他很容易就一下就上来了啊 你看这个他才他他跌了百分之十不到 看他 希望大家啊 不要去做空啊 你在这个时候嗯 我劝你 其实我觉得他跌到如果如果下一波 这其实现在就可以抄底了 我就觉得你不要 你不要去买做合约 刚才你就买鲜花 去年才是 我我想表达的是就是说 去年爆了你的雷啊 然后呢 币安都抵住了 然后 也就是币安在那里抵住以后 这个币圈的雷基本上就爆完了 那就大了雷 基本上把那些小雷的小便炮了 也没什么大 然后呢 在这个整个币圈暴力过程当中 由于币安最后把雷 把打雷的 那个趋势 他挡住了 也让我们看到 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他管理层去中心化了 资产也去中心化了 然后确实在 这么一个小小的那个市值的那个金融领域里面 然后他抵得住啊 他的资产抵得住 另外我告诉你币圈 教育所是一个 那个 手机费非常贵的 一个教育 教育那个市场 然后呢 他的管理啊 是完全靠自我的一种 就是就是教育所自我的一种 一种一种 良心或者诚信 没有人逼你啊 没有人拿着墙逼你 没有人说今天要去查你 那个马上就可以找 马上就可以冲 不像股市 他他是可以就是人间人或者是呃 马上可以派工作组织住住啊 派公安去住住 或者是派警察派派军队 或者没有 因为这个是出个脸 因此这个交易所是不可能倒闭的 告诉你 交易所倒闭是那个老板是自己愿意跑啊 他是不可能倒闭的 还不听一个是倒闭 就他完全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没有人拿着墙 没有工作组 没有警察 没有军队 明天跑来告诉你 你一定要或者把你抓 你一定要去关闭这个交易 是没有必要 你完全可以说 哪个币扛不住了 比如说你说今天晚上 我们就觉得啊 假如很多人觉得啊 那比特币很危险 那我们要把这个踢出去 那他都在踢的话 如果假设别人扛不住啊 假设别人扛不住的话 你就自己把那个 那个通知国安电视就完了嘛 就是那等着 那现在就是自论充 不能提 是不是 那你就通过 比如说 比方你通过去 拉高你的 当然币圈还可以拉高 还可以做空 还可以把往前 对那一天 所以你可以 你完全可以 那么换底牌也好 耍牌也好 通过 就试卷那韭菜的那钱 或者是那个 然后呢 去买那 去其他要求 去买那个比特币 然后提到你那个 比方里来 然后从那边 然后再让大家把那个币 提着不就完了吗 是吧 对不对 所以没有必要 就 包括那个 币币也是 你现在 比如说我们大家把它 今天现在已经把 叫了 这是打来272 那 那 其实 比方便完全可以拉上去 是吧 把网线的拉上去 你能怎么办 啊 那些做合约的做钢约 你都是得死 所以说他又拿了你的 水族水 那也有把你的资产给清掉了 所以完全没有 没有风险 就是交流没有风险 所以当时ftx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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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是必要倒闭的 是的 这个逻辑上是就就就就 交流是不会倒闭的 除非你他不想干 他要捲钱跑了 是吧 你现在火币都没倒闭 还那轮到他轮到他 别人倒闭 是吧 所以 是非常 没有问题的 我是觉得没有问题啊 完全没有问题 我 我不会让我的朋友从BN提B出去 没必要啊 还有一句话 我我之前 在我年初看到 就是我朋友问我BN被击队 我告诉他们BN在被击队啊 你们有没有地址 他们问我一样 我就说如果BN到了 这个B圈就不要玩了 这没必要 而且这个B圈本来有人向三层路吗 再再怎么摔 你从二楼摔下来 你冤人能死吗 除非你是坐杠杆坐合员 头着地掉下来 是吧 你 你就白个白的坐在二楼 是吧 那个楼塌了 你就 最落铁 那你屁股先着地啊 有什么问题 那两三米高 一般房子就三米高 或者算你三点四米 或者是 四米高 或者是那你说你是商铺 那有五米 这有落铁无名 你居然会算是吗 我可能算的是他说 没有这个问题啊 这个B圈到了今天 到了这么多这么久的雷 然后 而且这一两个月来 明显看到B圈的资本 非常之平稳 就是没什么波澜 你就是说没什么资本 就大家没什么闲钱 没什么波动非常小 基本上就没什么 我跟你说啊 我心里我今天就可以做个预测 最多降到250那里 255左右 就是那个 在大概在低百分之四吗 没有就没了 不会在低 但现在比我不知道 现在比有可能就 刚才我看有个币 就就 i-a-doge 之前我推荐的一个 就直接从 从300跌到176了啊 就直接一半这样 然后那个之前我也推 那个大家可以买一买 PB啊 那个也跌了一半 那比那 就算那比就这样 本来就好玩了嘛 大家现在大家不想玩 我们是不是 低吧 就很 然后我刚才又买了一点 哎呀 多谢啊 然后我是一点不担心啊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说 就是这个意思啊 资讯的 那个资讯就是 刚才给大家说了 就是 别人就是 被SEC 起诉啊 SEC单方面起诉啊 大家会看到明天啊 就有各种新闻会出来 就我们我们 所以大家 大家好好睡觉吧 没什么大问题啊 但我不建议大家买比较 我个人不是这样买比较 买比有风险啊 投资有风险 自己决定啊 我是录这个视频 给我的朋友 给我的朋友们说一下啊 没有问题啊 如果您啊 过来啊 要允许啊 买卖啊 那您就买点儿比较啊 没有问题啊 买现货啊 你端 投资有风险啊 你自己看办啊 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啊 嗯 我现在看一下啊 你看你看 你看现在这个很平稳了吗 又很快就很平稳了 没没什么大的问题啊 但我希望有的必须可以多降练啊 嗯 也不看 像我喜欢的一些比较 都不看啊 是吧 哈 毕竟是我不喜欢 我有点儿不喜欢 毕竟是 然后 比如说 在网上啊 是吧 都在那 是吧 BB啊 是吧 IDI啊 多加 是吧 嗯 BSD都没有没有博盘 那是什么问题啊 哎 这个18是什么玩意儿啊 18是最惨的 所以是最惨 有很多金针币上 其实是最惨的啊 别人不玩它了 你像这些模仿 你在访的 像这个 孕儿啊 跌了跌身狗了 确实啊 他他这种模仿 一些 这些这些公链啊 他 他随着 他随着新一代的公链上来以后 就是说呢 他就 崩盘的很快啊 你像那个 奥托斯啊 阿普通啊 这些上来以后 对对对原来的 比如说 Fenton啊 Near啊 充剧还是挺大的 所以大家 嗯 买这些东西的话 还是 还是用线货啊 你就在那讨试吧 买了就不要动了 你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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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对这个以太广 其实都没这么大的影响 哎呀 比较要玩了 是不是 玩什么呀 玩 他哪玩 不可能呢 而且我告诉你 比较因为他 他是 华人首富啊 他是非常有钱的 我告诉你 他 请的团队啊 也会很厉害 你看那个 就是什么 这个SEC啊 其实 没 不是很厉害的啊 而且你要知道 你可控个 别 你会得罪很多东西啊 其实别 应该算资产啊 如果算算他 如果算正确的话 就是 那 那就没有什么危险 而你想 现在香港 就已经完全结束 这个加密货币了 说完全敞开啊 那别人去香港 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 这有什么问题 一点问题是没有啊 我再希望别人多跌一点 他回头反弹啊 你现在别人的价格啊 和茅台差不多一个价格啊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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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六七吗 这是买买茅台 不都买不这样 我说茅台股价 没什么问题啊 好了 我今天想讲 就是这个 总结一下 就是今天 因为 嗯 这个资讯显示 就是SEC单方面起诉点 嗯 然后呢 导致整个石头 对边 呃 就做出反应的 就是做工法 但是发现 一直做了百分之十个点 然后 别人将会很快的 通过法务来 来反反复 那个反击啊 然后从 从从那个金融学解决来看啊 因为去年报了一年的雷 到币安那里 他采用了各种各种那个 应对措施到最后他报到他的时候 来挤兑他的时候 他拖着那个底啊 他拖着那个底啊 是整个 币圈 平稳 所以你可以看的时候他确实 数字还可以讲 他的董事会 他的资产 完全去做 的话 不管他的观众方式 完全 然后加上啊 然后他做了各种应对啊 然后又加上 到了2023年啊 到现在已经过了啊 快一半了 然后香港啊 包括有些 有些国家和地区 就是完全拥抱 所以 并然已经有了容身之地啊 本来 凭加坡对他还挺好 其实并呃 这这一两年来 一直在完善 法务这个 这方面的一些风险啊 比如说美国 他他觉得 对他有风险 那他就撤出来了 包括啊 他其实撤出了很多国家 包括俄罗斯也撤出来了 包括加勒大也都撤出来了 包括最近啊 可能对他有意见的 那个 奥州他也他他也他也撤出来了 其实像必安这种啊 交易所啊 他他已经是全用最大了 他其实这种加密货币交易所 他其实没有必要 一定要说 我一定要去中国 我一定要去美国 我一定要去 什么 俄罗斯啊 我一定要去西加坡 或者没有啊 他他这在哪里可以啊 你自己网络化的 网络化的 网络化的 是吧 网络化的 而且他交易 交易费用非常 他的交易手续费 非常高 因为他自己也做金融 所以啊 然后还有就是 嗯 一个交易所吧 是吧 你 完全照顾主动权 某一 某 那个币种 充 提 是吧 买卖 是吧 杠杆和约 你完全 掌握的 自己收钱 那个底牌 完全掌握的 自己收钱 那个 控制权 完全 那个 很懂 我就不爽 我就 细节 完全可以 把我先细节 那个 纠材的 自材 另外我也可以 什么 呃 关闭 充提 呃 单方面 关闭 充提 窗口 没人来管理 所以完全 自由自在 所以说 刘教授 是 逻辑上来说 是不会倒闭的 倒闭都是 小岔 所以 FTX 那个老板 你说 他当时 不提他们的 不宣布 不去玩 对啊 蠢牌 所以 所以呢 对比安来说 他没有问题 另外 比安的法国团队 非常厉害 告诉你 所以 大家安安心心 啊 没有任何问题 啊 有个毛问题 是吧 啊 这个就是 今天的新市 啊 在12点钟的时候 啊 就是 美国 SCC 单红 起诉 加密 回备 啊 嗯 就这个 这个新闻 导致 比安 暴跌 暴跌 不明 没暴跌 就跌了 就就跌了 啊 这没什么问题啊 你看编 而且你看这编 都很诚实 你看 他马上就说出来 他马上把这个方面说出来 其实他可以不说的 是吧 是吧 就没什么问题 就说明他的管理层 他的资产 他的 他的运营方式 都完全去中文化 或者说 不是我 完全去中文化 就是去中文化程度很高 是吧 就李长鹏 是吧 这CZ也在上鹏 其实就是一个带小 有CEO 对 带领 吃不到大众 不是说吃不到大众 就是说 他是代表了管理层的理解 像那个主角那样一样 是吧 主角主角那样一样 所以没有问题 他的法会很厉害 这个 就说你看 比安 第一 他去年经历了演练 然后他 他做了资产储备 然后交易所 他那个随机费又很高 很容易时间资产来填补 然后呢 就他 他的管理方式 他完全就是去中文化 然后币圈本来就很小 就对你到底有点 币都很小 他的那个 那个指兑影响的这个范围 已经很小很小 包括今年 这两个月来 就是市场就很平稳 没有多少资金来往 啊 所以 第七点就是 所以说你也是很安全 第八点就是 他 他们有很好的 那个法务团队啊 第第九点 他们就是 完全掌握掌户嘛 那个 这个教育所 那个这个管理方式 从一名来 一名来管他 是不是 第十 这个SCC是很蠢的啊 第十一就是 呃 就 SCC不是那么厉害 搞不过 那个法务团队的 嗯 比较好 第十一就是 香港 包括全球有很多地方 就已经完全拥抱 那个加密货币 这个叫做 包括加密货币 所以他已经有用分之力了 然后第十二 然后看招商朋友 看他们这些中国人 中国人完全很厉害的 啊 然后第十三 然后就是 呃 Bnb 这个资产 本来又是优质的 然后Bnb usd 他也前期也做了 呃 一些那个呃 别风险的一些呃 侵退 所以他也很 他也很 第十五点就是啊 再想一个吧 就是呃 呃 这三个这三派 基本上都稳 都在那里稳定了啊 都是稳定了 然后冲击很小 所以 从事务方面来说 SEC 单一方面 是吧 呃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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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以打击 Bn 作为啊 嗯 争取加密货币 管理 就是市场当中 就是管理监督的 那个 这个 呃 那个 那个主动权的 那个争取啊 是做不到的 对Bn 没什么影响啊 所以我想讲的 就这些 大家 大家 呃 反正我不建议 我 我录这个视频 是给我朋友们说 我不是要大家去买Bn 你不要问我自己的操作啊 作为啊 嗯 我这个个人是从来不买Bn 嗯 我我我从对外生命 我就从来不买Bn 啊 所以呢 就是嗯 就这样 那如果你的国家愿意买 可以买的话 我就建议你不要去 你可以 你可以去啊 你可以去买一点 你自己喜欢的啊 你先就可以买了 别让那个Bn 比我我给你说 我就感觉在大载做个计刷 可能会说啊 就是他最多交到两百五左右 就就不会再降了 两百五十米左右 不会再降了啊 当然这个时候 山寨比肯定是跌的最惨的了啊 嗯 他本来就是山寨嘛 大家不要去好玩吧 大家也不玩了 那基本上第一半了 我刚才啊 鼠别点点点啊 加了一点点 那个 哎呀多久 好了 祝大家 早安晚安啊 嗯 这朋友们早安晚安啊 啊 谢谢 谢谢